大家好,我是Kelly 我将在12月初教授大家这门 Using Tableau to Analyze Airbnb Listings in Los Angeles的Tableau课程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毕业于UIUC 现在在一家创业公司做Data Analyst 在这份工作之前 我曾经为Google做过一段时间的Operations Data Analyst 我在工作中主要会用到SQL、R和Tableau 由于之前在UIUC的一门课中专门学习过Tableau 后来在找工作的时候 Tableau的这项技能帮了我大忙 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的老板 对于可视化软件中的地图显示功能非常感兴趣 然后我在面试的时候就给他展示了 我在校期间做的一个关于世界艾滋病的数据分析项目 在那个项目中 最终结果就是我用Tableau做的一个Dashboard 老板看到那个Dashboard后很喜欢 加上其他的Analyst的技能也都具备 于是就招了我 Tableau现在可以说是Business Analyst 或者是Data Analyst 除了SQL之外很大的一个加分项 虽然现在数据可视化的产品很多很多 但是Tableau一直是这一个领域的领头羊 花一点时间熟练掌握Tableau 做一个酷炫的Dashboard 让自己的Skills Set里多一个技能 何乐而不为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学Tableau呢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真的能够帮助你找到一份Business Analyst的工作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他通过展示他做的Tableau的一个Dashboard 就找到了一份在悉尼的工作 然后就去上班了 也有人说我怎样才能找到一份Business Intelligence Analyst的工作呢 就有人回答说必须砸了第一SQL第二Tableau 有了这两项技能便足以找到不错的BI工作了 其他的原因比如Tableau做出来的图形真的是非常的酷炫 而且可以联动显示 还有Tableau做图形或者是仪表盘都很省时高效 另外Tableau的地图功能非常的强大 最后一个原因是Tableau学起来其实非常的容易 如果接受了高效率的培训 差不多四个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能够联动的 而且看起来很酷炫的仪表盘 比如说这一种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Executive Dashboard 用于给管理层一览公司的经营情况 然后做出决策 当鼠标点击中间的两个筛选器的时候 所有的图形都会根据你所筛选的信息进行变化 然后鼠标点击中间的中间地图中的国家时 旁边的图表也都会相应显示这个国家的具体的信息 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仪表盘 比如这个介绍的是非洲地区动物的病危情况 在Tableau中当鼠标点击在任意一个动物身上时 下面就会介绍这个动物的具体信息 包括它的名字以及它的现在的状态 以及它主要位于哪个国家 在我们这门课程中将要介绍的案例是一个商业案例 假设你是Airbnb的一个Manager 然后你想知道是不是在洛杉矶的每一个neighborhood 都有我高质量的Airbnb的房间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 我将会教授大家以下内容 其中包括Tableau的一些基本功能和高级功能 比如说地图 各类图形 groups function reference lines 和trend lines layout and formatting of dashboard 除此之外 我还会教授大家 作为一名Data Analyst 应该具备怎样的工作习惯 其中包括如何管理和清洗你的数据留言 以及如何从众多的可视化表现形式中选取正确的 或者说是最合适的表现形式 再比如假设你是一个管理者 你将会怎样来运用这个Dashboard来解答你的商业问题 在这门课结束之后 你应该能够做出这样一份仪表盘 那么期待在12月初的课程中见到大家 谢谢